开始今天我们正式的研讨会了 我们会有两节研讨会的 因为高教公民就刚才介绍所说 我们一方面希望跟进高教教育的政策 另一方面都希望在国民主运动的过程里出了分离 所以我们两节研讨会都是围绕这两个主题 第一节就是有关于教育政策的 我们很荣幸请到几个重量级嘉宾 我逐一介绍他们 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先生可以先就座 第二位是全民教育局的成员孔令辉先生 阿齋sir是否未来到 下一位就是陈士齐港师大家都会认识 另外就是我们的研究总监周崇明先生 请大家就座 接着我将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Benson 好吗 可以开始先 各位五安 欢迎来到高教育公民 刚刚这一节其实先由一个比较业界的议题开始 就是讲新政府的教育政策 或者我讲一些背景或者讲一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特别在这个议题里面 当然你讲到新政府可能是讲到林郑月娥当特首之后 然后大家可能都会有点留意就是说那65亿的教育开支的部分 或者甚至由这一样东西去到立刻一下就是说 其实政府拥有这么多教育资源 但是为什么过往这20年回归之后 或者甚至香港的教育政策似乎又好像停滞不前 虽然有所谓教改 又或者甚至其实去到2012年开始出现一些和教育有关的一些争议 无论是反国教运动 又或者国情教育团 或者甚至现在新任的教育局长 也都讲到就是说会不会将两科历史科合并 中士科和历史科 又或者将中士科变成必失科等等 那究竟在整个教育政策里面 无论对作为一个可能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些可能是老师 或者在大学里面的一些教授们 或者甚至一些讲师们 那究竟他们作为一个教育制度里面的一个持份者 究竟怎样面对这政策 怎样回应这政策 或者甚至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里面 在教育界都有不同的位置 或者甚至一些在犯罪里面 有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里面 他们怎样看教育政策 怎样看这个新政府教育政策 究竟在未来我们怎样面对这些教育政策 又或者这样就跟回次序 或者先由立法会议研教育界的叶建元先生 去先讲一讲 每个人的时间有没有15分钟的 谢谢 我以为这么多讲者应该分到10分钟 原来分到15分钟 各位朋友 好 十分之今天是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 跟大家分享一下教育政策的问题 但是坦白说我离开学术界已经一段日子了 所以今天在这么多位讲者当中 可能我都不能够用一个所谓的学者 一个很有理论的一个角度 我想只能够说是一个政治的圈子里头的一个参与者 一个实践者的一个角度 来讲回香港的特别新政府的教育政策的一些观察 一些看法 一些感受 一些意见 大家可以就着这些看法给一些意见 我想我们讲新政府政策的时候 就一定要连着旧政府一起看 旧政府大家知道梁振英过去的五年 吴克剑的施政下 其实我们在教育上基本上都是一无是处 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政策上 基本上是有两个特征我觉得可以归纳到 第一就是梁振英本身是跟这个民主派 包括是民主的元素 社会里头的民主元素 都是采取了一种对抗 一种是对立的一种状态去处理 所以在教育上面 譬如说他会觉得 譬如说教协 或者是我作为民主派的一员等等 其实是一个 就是采取排拒的一个态度 再加上 吴克剑 就不单是一个对立 而且他也是无事可为 这些我相信都不需要详细地说 基本上 黑剑在过去五年里头 大家都可以看到 区立主线就是 上面交低的任务 他就会做的 主要是政治任务 除了政治任务之外 其实都没有什么上心 所以在过去五年里头 既对抗 而且也无所事事 所以过去五年 其实除了国家风波 除了这类政治的因素之外 我们大部分的讨论 竟然是去外地旅行 那个讨论的议题 其实根本是去不了教育本身 譬如包括TSA等等 这类的问题 基本上政府是 是无所作为的 就是将一些问题 有问题的话 是继续是问题 没有问题 都可以搞到有问题 譬如说幼稚园的问题 其实到现在都未解决 譬如等等 这类的情况 其实是过去五年 那个背景 这个背景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呢 是来到新政府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 那个选举过程里头 三位候选人 不算是叶柳 大家记得三位候选人 其实都是将教育 看成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来到去考虑的 在整个竞选工程当中 三位候选人 其实和我们 起码和我本人的接触 都是相当之密集的 其实他们的政綱 都是经过很多的来回 去谈 而在这么多次的选举论坛当中 大家可能也有印象 就是 除了选委的论坛 除了传媒的论坛之外 因为呢 三位候选人一起出席的论坛 主要就是教育那个 其他的 界别的论坛 就是很难找到他们三个齐章 出席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三位候选人 其实不若而同地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客观的原因 就是那五年 做得太差了 形成了社会对教育的改善 那个期望是很恩赐的 如果他们不能够回应的话 其实呢 在选举上面都会失利 所以呢 三位都是很想做 但是三位其实都不是熟教育 都不是做开教育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都跟教育界有比较密切的一些的联系 所以呢 那段时间呢 那段时间呢 大家对教育的关注呢 其实反显影响了一个低潮之后的反弹的需要 好了 那 选举结束了之后呢 也都因为选举期间呢 其实呢 几位的候选人呢 都给了 很多很多的支票 在教育上面 那这些支票呢 就是 那 林郑上任后呢 当然要兑现了 就是有些表示了 那 林郑在几位的候选人当中呢 其实呢 她的 就是 政綱当中呢 比较 多的一个 就是 就是说 有五十亿 其实 其他两位的候选人呢 在财政方面呢 都比较 慷慨的 都不是说 就是不给钱的 但是 林郑的说法呢 就是在上任之后呢 就立刻 就是拿五十亿出来 这个是一个 即是立刻的做法 而且这五十亿呢 她说了是一个 就是经常性的经费 那这个呢 就是 林郑上任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 就是 和过去有一些不同 其实呢 我们再看回 五年 对不起 十年之前呢 教育界呢 其实当时呢 是很希望呢 是做到小班教育的 但是 争取了很久都不能够成功 但是呢 就是在特首选举的时候呢 曾荫权呢 曾荫权呢 曾荫权在他在任的时候呢 他都不理小班教育的啦 但是呢 一去到 选举呢 于是就答应了小班 小学的小班教育 那就在2007年的时候呢 成为了政策 那2017年呢 有点点类似的情况 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的 过去 教育界一直在争取的政策呢 就有一个机会 在这个时候呢 是落实 那 那 于是呢 我们就去到 林郑政府这段时间 那林郑政府呢 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呢 他的教育政策呢 我自己会觉得 我仍然会在观察期之中 五十亿 或者后来的三十六亿 有几个特点呢 大家可能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呢 财政上面呢 并不是一个十分大的数字 其实 虽然就这样 无端端 跑出五十亿 或者三十六亿 出来呢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年中 突然跑出来 好像是很大的数 但是 如果你放回 每年的财政预算里头呢 这个数 其实又不是很大的 社会福利的增长 每年 好像是上年 六七十亿 就是更多的数 但是呢 在年中 跑出来呢 这个是特别的 第二呢 他是一个 我刚才说了 他一个经常性的开支 这个呢 就是比较大的突破 过去这么多年 十几年来呢 由 即使阿董的时候呢 到现在都是 教育的开始呢 主要是用一些 一筆过的撥款 短期的撥款 你要解决问题 也就是政府呢 不希望呢 有一个长期的承担 避免长期承担 那就是给一些一筆过的撥款 但是教育呢 就偏偏对于一筆过的撥款呢 其实呢 是不是很受落的 大家我想 都很容易明白而已 比如说 早两年呢 应该是上年 上年呢 就说 要推动学校的 那个科学工程 即STEM 那个发展 于是呢 每间学校给十万元 十万还是二十万 忘记了 总之十万还是二十万 那一筆数呢 这筆数呢 就是都 但是这二十万 二十万之后呢 第二年呢 就没有说它会有的了 就是二十万之后就没有了 你预计它没有了 那如果你在学校怎么办呢 拿着这二十万 你二年之后知道 是没有一个持续性的话呢 你可以做的就是 你不可以请人 如果你请人呢 就是说你一年之后 要请那些人走 那么你不请那些人呢 于是便买服务 买服务呢 买服务呢 也就是说一年之后 你也不可以继续买服务了 即是你那些服务 只是短暂的 于是呢 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 买实物了 于是 这一年之后呢 很多学校呢 就多了很多机械人 因为有几间呢 还有printr 3D printer 这类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 因为有几间学校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其他学校就会问 喂 你们怎么做啊 这20万怎么洗啊 那便洗掉了 洗掉了 洗掉了之后 这些机器人 这些3D printer 对于stamp的推进 有多大的作用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那所以 一些一筆过的部款 短期部款 对于教育来说呢 即是其实 我也不知道多不多谢你 好 有时可能会觉得 不如你不要给我啦 你给我的话 我真的要很烦 我的老师呢 就要想怎样去洗 还要写报告 好了 那就财政上面呢 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呢 就是他 愿意用经常性的部款 用经常性的部款 于是这一年里头 这几个月呢 我们就说合约教师的问题 是得到 就是比较好的解决 因为 我们可以有一个 长远的一个承诺 对请回来的这些年轻教师 都可以有一个长期一点的承诺 另外两个特点呢 在这个361的部分当中呢 我觉得 都可以 就是讲一下 就是政治上 政治上呢 第一呢 就是 在整个过程里头 那些的 钱用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是大量采纳了教育界的意见的 几乎差不多是全部是教育界的意见 我自己就是 每一年的施政报告之前呢 我都出了一份施政报告前瞻 那我就对过上一年 我那份施政报告的前瞻 那我发觉基本上是90%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呢 在选举的期间 所以其实呢 他是很快地 在民间那里 立了很多东西 当然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当时教育局 还未为候选人服务 所以他是 拿不到来自官方的 那个input 所以input 就是主要是来自民间 另外一个政治上的特点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呢 就是 林郑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之下 是做了特首 所以他很想有一个 就是 入手位 可以开一个 较好的局 那想来想去呢 教育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 一个 位了 因为争议性 比较小 因为呢 已经有很多的 事情 是可以做 做 而且呢 大家都会 唱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 50亿 就是 那个 开支 后来呢 就50亿 变了36亿 但是 我不知道 接下来 14亿 会不会兑现 那本来呢 就非常之好的 就是一个 Honeymoon 就是同教界 我们 跟这个 校长团体 在这个过程里头 是从来未感受到 那种的温暖的 就是 尤其是 你又来 由梁振英 过渡而来 你怎么会感觉到 就是 那时候就是 哇 冬冰冰 现在突然之间呢 你讲的话呢 他会听 在过程里头呢 我们还提议了一些新的项目呢 都听了 都接受了 哇 那你是不是很好呢 但是 但是跟着呢 那个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我想大家知道 那个 蔡若连的 委任的 风波啦 喏 在36亿的 刚才我说的 两个政治特点呢 一个就是 他想开个好局 第二个呢 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头 充分 是非常呢 是尊重 是业界的意见 但是 到了蔡若连的事件那里呢 那个民间的意见呢 就不再被重视了 这个整个的委任过程呢 是 你无论是有几强烈的意见都好 都是 我都是要委任他的了 曾经一段时间还说 你们其实签名的人数都不是很多 于是呢 就令到大家签名的人数再增加 那 为什么两者之间呢 是出现一个这么大的方向上面的 一个冲突呢 一个矛盾呢 为什么我到现在 是一个观察期呢 就是我都想 究竟 这个政府 在想什么呢 那当然大家可以有很多很多解释的方向 譬如说 会不会 因为呢 其实你无论什么事好都好 阿爺其实是最厉害的 那 这个是不是阿爺捕下来呢 还是他主动去找的一个人呢 就是他 他过程里头怎么考虑呢 那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再看 究竟 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跟着下来呢 再看施政报告 再看现在 楊潤雄又开始出来说国民教育 等等这些呢 慢慢慢慢我们都会更加了解 那 那在这个施政的过程里头呢 我刚才说的那些呢 最主要是中小学的 教育的情况 高等教育呢 比较少涉及到 但是因为今天的场合呢 大家都是关注高教啦 那我想说几句 高教的情况呢 其实呢 现在是 在36亿当中呢 他主要处理了呢 就是 辞职院校当中的 就是学士学位的 那个 那个 学生的学费资助的问题 那这个当然 都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过程里头呢 就有少少 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啦 譬如说 为什麽附学士就不资助啦 为什麽八大院后的附属院校就不资助啦 等等 那 那 就是这儿呢 其中一样东西呢 就是在36亿当中呢 是提到的 但是36亿 所涉及的高等教育问题呢 基本上不是高等教育的最 核心的问题 我相信在这儿呢 大家会更加关心的是 另外一些问题呢 譬如说 学术自由啦 院校自主啦 那这个问题 林郑新政府 究竟是 什麽的立场 什麽的态度呢 那 如果比较三个候选人的话呢 其他两位候选人的态度 是比较上明确的 林郑的态度呢 在选举期间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是轻轻大过的 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 也没有一个很强烈的立场 究竟 在学术自由 院校自主这个问题上面 他会怎样处理呢 我的估计呢就是 在 跟梁振英比较的话呢 梁振英那种很锐意去介入大学的具体管治 的这种做法呢 我相信林郑未必会做得那麽 出面 或者离谱 譬如说李克章的委任 但李克章会不会 一年之后 他的任期完之后 会不会继续做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也都 在行政会议里头 继续担任行政会议成员 所以很难说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再做多些更强烈的事呢 暂时看上来呢 我觉得似乎就不迟 但是呢 在教育界里头呢 我们除了说一些人事的任命之外呢 我们其实同时呢 是很想 是有一些的制度上面的保障 改进 譬如说 会不会 在条例上面 我们呢 是可以 是有些修改呢 譬如说 在校监 特首作为校监 他委任 校务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校董会的主席 或者其他委员方面呢 是有改变的 到目前为止呢 我的估计呢 就是 林郑可能在这些问题上面呢 他也不会主动去做 不会主动去做一些 在制度上面的一些保障 所以在 这个问题上面呢 可能我们呢 在未来几年呢 如果我们想在制度上面去 得到一些改进的话呢 可能这里是一个 是要用很多力 去和他摸 和他争取的一个环节 另外呢 大家很关心的 各间院校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现在要那些什么 填 填一些时间 打导 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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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呢 那些呢 我和政府的朋友 一直接触的时候呢 我的感觉呢 那些呢 他们呢 其实呢 在林郑 教育局 这些系统呢 其实是他们不太关心这些问题的 UGC 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状态 他 推出的某些政策呢 并不是政府很关心 政府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改变他 总之他自己去做 比如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还有比如说 大家关心的年轻教师的等等问题 可能是院校自己的一些安排 而UGC的制度呢 是帮助了院校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 当我们讲到高教的时候呢 我们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看一下 林郑政府在管治方面 他会不会呢 好像继承了梁振英那种的介入 操控 特别是在人事上面的安排上面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要看回 UGC 这个机构 他现在呢 又通过了 就是採纳了 採纳了 採纳了那个 那个Report 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最新的那个报告 那呢 包括了刚才我们说 田乐布这些这样的政策 那这些的做法呢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和UGC呢 是直接去谈的 然后当然UGC呢 也都会是 某程度上是 就是听名于这个 就是教育局 但是教育局 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呢 似乎是中小学幼稚园 多于高等教育 那同样的情况呢 亦都发生在职业教育 因为职业教育呢 有职业训练局 那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问 杨润红的话呢 就是训练的问题啊 高等教育的问题呢 那他其实呢 可能用的心思呢 会比较少 那就是他会将那些问题呢 交给 就是两个呢 是独立的一个 就是法定的机构 还有三分钟时间 其实都差不多了 那呢 就是 我想现在的情况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 林郑上任呢 7月1号到现在呢 是过了几月 那过了几月里头呢 其实就是 那个 她的某些性格呢 某些特点呢 可能我们还需要去摸索 但是呢 我相信待会 大家都一定会拉闊一点去看 就是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在香港这些环境之外 究竟 譬如说 国民教育问题 学术自由问题 北京 香港 特区政府 和民间 之间的 就是 拉扯 或者那种的互动 会是怎样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 大的 格局的问题 那 现在 如果你看杨润雄最近的一些说法呢 她其实就是 说 现在呢 都不是时候 去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去招构 一直都在做的了 所以继续做 稍后呢 就会 加强的 但是加强的时候呢 又不会有硬指标的 那不会有硬指标 你又好像 轻松一点点 但是加强 你又担心一点点 总之呢 现在呢 那种的状况呢 我觉得是有点点 就是 很难去 确定到 但是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就是 就是要 看着 要 留意着 它将会发生什么事 那 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就一定要 就是 喝着 好 大致上 好 谢谢叶建元议员 然后下一位嘉宾就是孔令辉先生 他是全民教育局的成员的 我把时间交给孔令辉 好 各位大家好 那 相对于台上几位的big guns 我弟弟来说是一个素人来的 那 但是 为什么一个素人 跟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买一买广告呢 会不会做一个组织 叫做 全民教育局呢 那 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民来的 It's not real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 全民来说呢 基本上我们是想两个概念的 第一就是说 我们觉得其实在想教育政策过去 我不讲得远 只是讲过去这20年来说 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top down 由上而下地下来 我们比较少是反过去想 就是说 其实 想教育政策是否可以由下而上去想出来呢 全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去想一些 怎样叫做 专业的 即不是说专业不重要 但不是说 单纯是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去想 怎样去想这个政策出来 我们不是这样去想 而是怎样是由一个 很based on民间的集体的智慧 然后再扔上去想想 究竟过去20年的教育政策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倒转去想想 究竟过去的判断 有什么忽略了 我们怎样可以去做得好些呢 其次就是说 我们这个组织就在 今年的4月才是成立的 其实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都是从一个网上平台去做 但在成立的因由之事 只有一个 其实我们就冲击着新政府而来 即是现在的林郑政府而来 因为 如果你只想回上一届政府 其实你没有什么好做的 你没有希望 但是从新政府去想 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 是说真的由下而上去冲击呢 但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就是 不是我们做了 或者不是哪些组织都做了 而是最好就是 我们是一个demo 然后呢 就家家户户都这样去做 你喜欢的可以做个 牛头角教育局也可以 你喜欢的可以做个 天苏维教育局也可以 我们家家户户的 有些人去走在一起 然后去想 现在的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怎样由下而上去做 事实上 我经常强调由下而上 就是因为过去 其实你很少是真的会看到一些 很尊重民间的声音 去看教育政策 有时候去想就是说 究竟 教育政策来说是 专业判断重要 官方的长官意志重要 还是说 民间的需要重要呢 而我们往往说民间需要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会在说 教师面对的问题 学生的学习需要 或者家长他们的意见是怎样的 但如果我们再去看 阔一点 我们的税收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支出是在教育各方面 问题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三个的持份者当中 有多少人真的在交税呢 而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有一帮 其实在交税的朋友 他们可能教育对他们来说 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就是我交你的税 那我的子女送去外国读书 那不关我什么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要去 用一个 那个accountability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喂 我们今天的教育的政策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对不对得住这帮交税的朋友 所以 全民教育局去想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 集一些 noise 出来 我们只是抛砖去引辱 然后怎么去集一些 noise 出来 然后又大家的方向 去说出来的时候 风向哪边吹 我们就去哪边拜 那你可能会问 咦那你真的没有原则的 你是限民粹的 又不是 好在我们本身的成员 本身是教育界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 如何去拿回一条线 就是说 过往我们有些事情 真的太过自负了 或者太过看教育界自己了 我们真的没有好好地想 其他的意见是怎样 那现在有些声音出来了 我们带来看 那所以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近来 我们由四月到现在 我们不断一个星期 去做两个issues 去扔一些议题去做 我们看到 比较多人 会是关注的一些议题 或多或少都会和政治有关 例如如果牵涉到一些 洗脑的国民教育 可能会有多些人有反应 牵涉到一些 可能是说 大家不喜欢的DSA 那里可能会有多些人有反应 但如果仔细一些 可能一些 教育上高的一些弱者 例如一些特殊教育需要 又或者可能是有一些 的喝债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大的炸弹来的 但仿佛我们 如果看一些数据 告诉我们 又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会专注去留意这些事情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那风不放 我们就去那边煲 那我们就需要去做 就是说 如何去 将那些问题 带出来 引到更多人的关注 意思是 如果你看回新政府去做的那些事情 比如我刚才说的例子 比如说SEN 你看到就好像回应了我们 那么多年来的诉求 就是说 怎样有个SEN CALL 怎样去付钱出来 去做到一些东西 等等等等的东西 但是似乎又 不是说真的 很特别再去留意 那你的批款机制怎么做呢 现在譬如说 我们所说的 Tier 1、Tier 2、Tier 3 那些的批款 你怎么做呢 你的批款模式 会不会变得更公道一点 比较少去着物这些东西 当然我也理解 比如说 他刚刚林郑的36亿 他真的很需要去 急着救火的 他先做这些东西 但是 又要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 当一个新政府去上台的时候 当他当初 还可以有少少民望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较失望的 就是 为什么我比较少见到 就是他可以很立刻 订到一个叫做 教育园境 出来 未来五年的教育园境出来 有时会明白的 如果在座各位去想 就是说 究竟你觉得现在 去想的园境更重要 还是救火更重要 其实可能大家的意见都会分两面 但是 你看回 譬如说 现在救火的问题 我又不觉得他真的很救火 我们试过探讨 那个 核债的情况 在做核债的专题的时候 我们发觉原来 其实有不少的青年人 一 毕业之后 我们叫做 在籍贫穷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是牵涉到核债 導致他破产 那其实 如果你说 香港 一个 以发展经济体来说 有学生 是因为核债而破产 其实是一件 己匪而所思的事 但是问题是 你看不到政府 有什么会做 甚至不止 他还会去做一些事情 去把这个问题恶化 例如我们自己 会觉得 现在最新提出 资助三十元 给学生去读 这个自知学试课程 我们觉得 其实你只不过 是把这个问题 把核债的问题 去报大 只会有更加多的人 跌入核债这个流行 政府是不是不知道呢 我又不是政府 我回答不了 但是问题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 的朋友 尤其是基层的朋友 是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政府会不会去做呢 也有时候去想 就是说 究竟长远来说 教育的长远远景 应该是怎么做的问题 有时候去想就是说 近来很流行说的 一个stamp 刚才 业议员也说过 就是说 学校给你十多二十万里 一笔钱 你知道 去搞一些东西 结果买个机器人 买个3D printer 等等的东西 但是 去想就是说 stamp 究竟是什么 来的呢 好像很多人 经常说这个议题 但是其实 政府没有什么 很认真去说 stamp 究竟是什么 一回事 因为我不需要 说得远 我就用英国 做一个例子 英国 英国 其实呢 他们有一个 比方 比较少人 去留意到 就是 他们怎么去将 国家的一个 国防军工需要 是 逐步逐步 用一个软性的手法 去浸入去 去青年人那里 譬如说 人家可能会有一些 有军部背景支持的一些 我们叫做 cadet force 一些的 青少年的一些 类军事的团体 这样去做 而透过那个 过程当中 他又不像 阿龙虾那种 的少年军 他真的 都是教授一些技能 但是 他其实慢慢去做 一些 是一些的职业训练 而当中 他很接近一件事 就是说 他看到一些人有 我给钱 我给你 我给你去读书 去读一些 和stamp有关系的东西 然后你完了的时候 你签了一份 你看一下 如何再帮 这些科研的部门 再去做事 去做研究 等等的东西 人家可能会出现 一个实际的需要 但是 人家也叫做 是一个大方向 如果你看回香港 我行stamp 人家走我们就走 人家做我们就做 不做就执书 很多时候 我们的政府 在想教育政策 就是说 因为鄰近的竞争者 在做这些东西 我们不做就执书 但是 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理想的教育圆境呢 究竟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青年人 甚至 一不 未必有机会 享用到教育服务的纳税人 他们其实是怎样看我们的教育圆境呢 比较忽略去看这一件事 我觉得政府就是 那 另一件事我会看就是说 其实新政府 现在 就是两个月 我见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未去针对 上一届政府 在教育界来说 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叫做 信心问题 过去五年 为什么大家 其实大家会和 吴克仁炒得这么厉害 其实 一切就源于 由国教开始 然后引申了一系列的信心问题 基本上 教育局出来说一件事 你不会相信 教育局推出一个政策 你不会支持 大家不相信 而久而久之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用脚头票 送小孩读IB 甚至送小孩去外国读书 那就不会出事 那就不关我事 那就继续推国教 新一届政府 有没有去着力去处理信心这个问题呢 我不是那么想去政治化了这个议题 但问题事实上就是 蔡若年的任命 正正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说 当我有一个意志要去做的时候 无论民间的反向是多大都好 我都不管了 我都照去做 那其实就一定是出事的 因为我们去看就是说 譬如说看TSA的问题 TSA是不是好东西来的呢 其实 如果操作得好的话 可以是一样好东西 但问题是为什么 大家现在这么不够 信心问题 再四分钟 信心问题 所以 问题就是说 你一天不去提出信心的问题 接下来就会开学的了 到现在还没说 小三TSA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怎么呢 信心的问题 是不是再继续糾纏下去呢 那其实 你再给 我不管你给50亿 我给500亿 我都好 都解决不了那件事 简单来说 既然 现在 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说 很忽略了一些应该有的持份者的意见 亦都出现了个信心问题 究竟我觉得 与其你去想 新政府 怎样去 教育政策 怎样推 不如我们民间自己去走 怎样去 组织多些的人 去做一些东西 然后把声音迫上去 事实上是有成功的例子 你见到譬如说 我在座有些朋友 本身是 防止自杀 联席的朋友 他们其实做了一些事情 是迫到政府 真的要去回应 真的要去做 或者家长联盟 在反TSA的运动来说 其实你都见到 由下而上的力量 是会迫到一个现象 就是政府 不可以不做事 所以我会想 就是说 未来的五年 我预期真的想 姓阳的姓蔡 那样去做 不如我们 民间的团体 bottom up的去做了它 可能我们还会换到一片的新机 我想我要说的话 是这么多 OK 多谢 成功了 谢谢宏明斐先生 好了 接着跟随着情绪 你见到就是 下一位讲者 就是陈淑黎博士 他是浸大交职营工会理事 也是中学哲学系的高级讲师 的 谢谢宏明斐先生 各位朋友 其实今天 我不知道来讲什么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不是我准备的东西 所以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多少分钟 我听到这么多分钟 我就知道 我只是讲大纲的大纲 但是 我相信 我应该是要尽量 讲多些 真的跟大学 现在有关的东西 跟大学 现在有关的东西 那大学 现在的问题很惨 是不是 我们这些好人 走 是不是 有些直接都不出现 啊 許保去了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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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我们还有什么 台柱等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今天遇到的 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 就是过去 回归这二十年 其中一批 中流底柱的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 那接下来就靠大家 是不是 就是后面啊 这些 是不是啊 就是诸子女 我都懂的 这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后面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个问题 我大概这样讲 我将它分开几个大点 我只是读完这些点 我想完就够了 那第一呢 就是 中共控制底下的 中小学教育 是不是 就是这个我相信 大家都会 其实是实际 我们会焦点这个来讨论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样 同样的 用类比方法去讲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讲 其实是中共 不能控制底下的大学教育 为什麽我这样讲呢 那我相信 一人间我讲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中国不能控制 就是你喜欢将能字成二 不能控制的 就是大学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说呢 我们如果冲着林郑来的 这个新政府而来的 其实是集中火力 是对付那个中小学教育 但是那个大学教育 其实就不是的 是应该冲着一个 就是由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管理主义 造成的UGC 而这个UGC 在差不多 现在是27年前 就是30年前 已经开始淪陷 就是在那只阿虫 那只很凉薄的金虫 底下 就是开始已经淪陷 是不是 淪陷到今天 这个所谓美帝国的UGC而来 而这个东西是完全 特区政府动不了 他们都没有能力 因为特区政府那些人 差不多绝大部分 连一个PhD都没有 Master都没有 是不是 那这班人有什麽水平 可以去面对一班博士 是不是 就是在UGC里面的博士 最厉害的博士 就是Rolling Rolling Rolling的最厉害 那叫Rolling Chin 他转了来浸大 那就玩到我们浸大 就死了 但是下一年开始 就是下一个三个季度年度 开始 就是完全没有了港诗 就是我这些 就刚刚好彩 就是趁他被退休前 我自己跳 就是刚刚够了 我自己跳走 就是表面上 不用这么羞辱 就是被炒 但是实际上 这么大就来就没有了港诗 那这些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要追溯回 二十一世纪大学 就是所谓大学的挑战 由西方所发言的这些大学的挑战 这个挑战 其实是要追溯到中世纪 是不是 所以我第一点本来就是想说 我们现在是差不多没有私营办的大学 只有公办大学 如果在历史时期来说 我们差不多就来没有教会办的大学 而只有政府办的大学 也没有平民办的大学 只有贵族办的大学 是不是 这个下面第二件事 最出现的就是美式管理 对真正大学的伤害 这个伤害 其实现在已经相当明显了 过去三十年 我们差不多几乎没有 就是那些摘地有声的学者 是由美国出现的 你现在读的所有后代的浪文 全部都是法国人出来的 德国都没有 所以德国都是一个很特例奇怪 但是英国都很弱 英国德国David Harvey 德国Giddens 其他死去哪 那这个是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 如果你追溯下 是美式帝国的管理主义 是将真正的知识分主 全部消失 或者全部都赶走 然后留下一堆 其实是一堆 我们叫什么 再加上中式那种 超级厉害的造假 就是什么文化呢 然后就可以制造一堆 叫做学术判头 实际上那些大学教授 是一个学术判头 然后扔给下面的研究生 所以研究生全部 正一识 是北方下来的 是不是 因为法国在那里 赚一万多千元一个月 他存够几年 他已经回家 可以起楼 是不是 你连一块砖也买不到 他就可以起楼 这个所谓的价格差 就会令到这件事出现 好了 所以 这个现在美式那种制度 就算好像正在擠的RAE 说那个RAE 玩英式RAE 实际的灵魂都是美式的 因为美式 这些美国老师 最喜欢玩这些管理主义 玩到你残 不只是说商界 而是大学 玩到你残 玩到你 最后一 你所有真诚的知识分子 是没有真正的心灵空间 去做学问 是不是 他唯有退而求其 我退出来 都没有搞这些研究 我至少有空 可以在脑上去想 如果我是搞你的研究 我脑上永远在想 我都不会来这里 是不是 就是来这里做什么 我现在要申请 可不可以由61做到65 那我就一定要搞些东西出来 那些东西是很无理沙那的 是不是 大家都明白 好了 这种大学真正的伤害 最惨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将大学老师 成为无产阶级 是不是 你已经是无中身拼任 你便是无产阶级 所谓以前所谓的 教授型的知识分子 已经死亡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问题 还跟着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留心过 其实是在我加拿大一边的 那些学者朋友 回来跟我讲 他说其实在北美 他说呢 很多研究型的大学 其实他都有一种 面对一种现常 我们叫他做 obsolutization 就是他都obsolute 就是你不要以为 他都出事 为什么会出事 因为如果现在最尖端的研究 实际上不用在大学做的 你是直接有一间私营机构 他打算做我弄一架火箭 可以outbeat NASA那架火箭 我自己去做 我自己请人做 我用什么要去大学找人 于是我会外判一些 给大学做的 外判一些最无聊的 最无谓的 最边缘的 给你做 核心那些 大学没钱做 于是研究型大学 实际上在现在这个局面里面 其实都自己面对危机 好了 跟着下面 如果在一个研究型大学 面对危机的过程里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学 还有另外一种类型 就是私考型的大学 那些人不做研究的 不过他天天都在喝茶 喝咖啡 在想东西 这个本来是英式教育的精髓 但是这个英式教育精髓 早上11点喝一次茶 下午3点喝一次茶 是吧 晚上大家在那里吹水 最好就是在一个学校那里吹 是吧 大家都在那里住 很早喝是吧 当然是这样 如果过法国家喝红酒 现在的红酒就为温室效应 去到英国都可以喝到 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很不同的 但是现在私考型的大学 是消失 特别是英国 是最强烈的例子 因为英国做了美国的契弟 而不是英国领导美国在学术上 就是英国的学者来到 他们是真是很弱烈的 这样告诉我们 他自己承认 我们所谓的国际标准 就是美国佬的标准 就是我真是顶你个废 就是你这个研究 私考型的大学 没有了学者就消失 或者学者要被逼流落民间 但是这个不是春秋战国的流落民间 你还有大量的机会去找皇室去请你 没有 你只能够流落民间 你先降级去副学士那边教 所以我们现在副学士 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所以高教公民一定要召集他们过来 是不是 陈什么辉 大家也知道 好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过去这30年至少 40年 由列根主义开始 他们出了一个很愚蠢的 idea 就是计算大学生交税特别高 于是我们 如果我们将大学生加三倍 那就会交三倍税 是不是 那当然你知道 这是很基本的 stupid thinking 当你一加上去的时候 他的marginal efficiency一定下降 就是他们大家分薄了来赚 于是大家最后交的赚 都是一样 或者说每个大学生都在蹲蹲 那我没有赚交 是不是 这个就是2003年 economist 真的有一期 说些这样的stupid idea 但是我当时是信他 但是20年 即是现在不用20年 10年之后 你就看到 so stupid it's so obviously stupid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他 现在英国不是在哭大学生过多 是不是 好了 这个过程亦亦产生一个社会深远的影响 就是大学生的退职 香港大学生的明显退职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UGC为了省了33% 一年的33%的钱 硬要你全部大学 那个所谓第四年 或者是第一年 全部读通识 于是乎 通识就会令到你同质化 是不是 这个同质化 就很麻烦的 是不是 这个大家明白的问题 好了 同时 但是又是这样说 又真的因为你加了大学生的数目 又加上读副学士 那其实整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应该是提高的 再加上Facebook 再加上Internet 它整体提高 就是说 全世界 简单说 应该叫做全世界富学士化 是不是 全世界所有公民都是富学士 这个跟以色列比就比不了 以色列是全国五成都是大学生 那就是数街的随手执都是大学生 但是我们可能全国都是富学士水准 就是拉云 一些博士加上中学生 拉云之后 全部都是富学士水准 那当然富学士水准的一个社会 都很难管治 其实是不是 大家都会觉得 大家都不是说 很蠢的中学生 是不是 只会崇拜偶像 那你其实管治上 会出现困难 那当然这个是留下大家慢慢去想 好了 但是 还有一个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产生这个精英型的大学俱乐步伐 什么叫精英型的大学俱乐步伐呢 就是这些精英型的大学 是cobalization的精英型的嘛 就是说一定是要够响不够响的就消失了 是吧 我们回想一下 浸会大学就非常愚笨 他叫Baptist U 我去年试过帮学校 就是参与了一个selection community 选过dean 选过ice faculty的dean 结果是没有人报的 因为一见Baptist U 就说这些是美国南部的野鸡大学 那些fundamentalist大学 于是没有人报 那我们回想一下很笨 因为当年不改名叫做 聖John the Baptist University 那就厉害了 是不是 逢亲叫做圣字头都厉害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那个品牌效应 那现在那些精英型大学 就是结果怎么样 全球都去追逐哈佛耶努瓦 Princeton 普林斯顿 或者清华 北大 是不是 香港能够紧紧扯到的就是港大 那样 就是你想一下这种精英型化 是很惨烈的 因为你想一下 你现在只是香港这么小 这么小大学 他都分三层了 那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去到第三层的那种感觉 是很惨烈的 不说你现在突然间 林郑注一些钱进去 能人书院都有人去读了 那就是不好意思 得罪都要这么说 要坦白说 那问题就是 你在长沙人道 看着那间这么小的能人书院 如果有三万元我去读 那你结果不去成大副学士那里读了 那这里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明显是一个阴谋 是不是 就是因为觉得香港的各间副学士里面 太多厉害的港师 那些学生太厉害 一占中的时候 很多副学士出来 于是他就做死了大学的副学士 是不是 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不是 就是说 就是这些是 21世纪的 这个叫做 Heteronormous Institu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institution 本来任何institution 都应该是一种 自治式的institution 由当年牛津 牛津剑桥 或者巴黎大学 或者Bologna大学 各个大学 我就为完了 还有这点 就是各个大学出来 去到大学是 就是不理这个社会 我们这家人有钱 我们自己教 我们教知识 然后推动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 到今天 大学给政府全部收归国有之后 再整个愚笨的美式制度 天天叫你填表 如果你真的认真去做auditing 你会发觉 你填那些RAE表的时间 是足够你写很多本书 是不是 结果你就将那些时间 都填了表 然后就拿钱来请RA 然后帮你做这些东西 来到补偿你填表所损失的时间 是远远不能补偿 因为你的心不能补偿 好了 所以最后 大学在这种 historical situation 拿着大钱 然后请一堆 搞衰美式管理 就请一堆美式管理 的贱人 那些Roland 天天在前大轮轮轮轮 出来的 这些人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 自己不需要被平衡 天天平衡你 这种贱人结果做什么 做无量雇主 最努力的地方就是做无量雇主 我们针带就出了几次 他只是来两年 都做了两年的无量雇主 真是扑街 真的一定要用扑街 扑街这个字 是学述名词 而不是一个粗口 好 这个无量雇主 这个无量雇主 在去年 用中庸下面 那个社区学院 即是我们的社区学院 CIE 中庸他突然间炒 同时还要用电邮出恐吓 扑街都去我们工会寄封信去 那扑街说 不关我事 我不管 那这个不是扑街 是什么 从扑街村到扑街村 第二 今年又来 玩清洁工 和玩这个 玩这个 就是护卫 非常之差 我再说一句 大学做无量雇主 即是大学 整个灵魂精神就失去 是吧 本来大学以前是什么 在乃津建桥 在Christ Christ College 那个教授 或者教授 他跟那个扑地阿嬸 是朋友 因为每天帮他扑地 他们是朋友 甚至亲人的关系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学 是一个社区 现在的大学去到学生 和那些 那些东西 全部疏离 本来今年浸大是很好的 今年浸大的学生 和他们没有疏离 就需要帮他 怎料帮他的过程 就出事 因为 这些这样的 Heteronormous Institution 里面那帮賤人的 所谓Administrator 他就是不让你做这些事情 他跟极权政府 是没有分别 所以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悲剧 就是 我们面对大学的极权化 这个就是我最后要说的 多谢 谢谢阿齋 Sir 然后去到我们最后一位港姐 邱淳明 我们自己的研究总监人 我一张视频交给邱淳明 Hello 大家好 刚刚刚四点进来的时候 我吓了一条 原来有些朋友在这里 在座 认识了三十年 刚刚三十年 包括王洪发 今天不在那里 那时就去联合 那个餐厅 上堂 一上堂 先放下两只男妹 队员再上堂 阿齋 Sir说的 类似 这个三十年前的事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突然间觉得自己很老 原来已经 还坐在那里 为什么不是做顾问 是应该坐在台上呢 那 说这件事 其实也是因为 其实我做政策研究 起码都二十年了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很惭愧地 我二十年来 原来是一个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 都是没有做过 这个 现在真的完全是恶宝 或者是 今天你都不要想着 我有什么太多话说 快点说完就算了 那 变成我在准备的过程里面 也是回顾这十几十年 我做过些什么 一样很特别的发言 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来的 就是 其实讲医疗政策 因为我和阿陈和尋 刚刚也有份写这本书 是讲香港的一些医疗改革 那当时呢 其实大概是十五年前左右 我突然间是 几下了决心呢 就专门去研究医疗政策 那 也是同一个时间 应该是香港的教育政策 那个转变是 非常之急速的那个时期 但是我是完全放弃了 那我现在回顾 有一两个东西是非常之特别的 第一呢 就是那个主宅官员 譬如你很简单 医疗来说 自从杨永强在二千年开始 基本上你去到今时今日 已经没有人会觉得 不是医生做局长 就是不要说局长 所有的高层的职位 基本上就是一种专业的垄断 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主题 那回顾你想教育呢 其实就是正正相反的 你想想哪个局长也好 就是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 他说得是的人呢 他真是教育界呢 就是我想来想去 他全都拒头 就是 就是King Alpha算不算是呢 就是我不要 就是他究竟是不是学者 就是我不要 好像都拒头 那不黑剑 那原来是一个人力资源顾问 就是为什麽他有什麽资格去做事呢 那当然有更加多是一些AO 那这个等待可能会再提到 第二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呢 就是我十五年前为什麽会搞医疗呢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诱因呢 就是 cut budget 可能是历史上仅有的 简单的故事就是杨永强 他原本在医管局 就使得极度地使大了 然后突然间 一跳跳去做局长呢 就极度地省钱那样去 就好像负罪那样 就是要吸回这个医管局的钱 那所以在2000年之后呢 就整个医学界是非常之风风雨雨 很多的一些危机出现的 那我刚刚最近看回呢 其实教育界是刚刚整条曲线是相反的 就是说呢 在教育改开始之后呢 那个教育开支是升得很快的 最高峰是可以去到这个 政府开支的23% 应该是 就是简单 4元又1元 就去了教育那里 但是去到05年之下 董下台之后呢 就一直开始就跌 就是我估计 这个绝对金额应该是没什么跌的 但是那个比重呢 是跌到去到十几个百分比 就是去到19、18 这个显示我不熟悉了 但是很明显两条曲线是刚刚交叉的 医疗呢 就刚刚倒转 在董下台之后 尤其是庄争上台之后呢 就是做了一堆东西之后呢 就是大家知道 庄争年年就水浸了 那他就很头痛那些钱扔去哪里 那第一件事在2007年之后呢 就年年这个医管局也有很多钱加下去的 那这个我走运 就是我研究的一样 他就加了一样 不过这个不是最大的一个走运 这个我特别想拿出来说 虽然有点理题 就是在2008年做医疗改革的时候呢 庄争是非常之夸张 是完全是难以咨询地呢 是一下子扔了五百亿下去的 是五百亿 就是如果用现在这个五十亿或者三十六亿去给呢 譬如叶建元说我成功争取五十亿 我当年是可以 就是如果我是民建联的成员的话呢 我就会做一千张banner 就会周街贴话我成功争取了五百亿 这个绝对是一个 我自己都不可以相信的一个事实来的 但是更加不可以相信的事实呢 就是在大概在一零年到一二年之间呢 我是花了极大的力气去告诉政府和公众 糟糕了 我争取了这五百亿呢 搞出事 我是很想他去放弃这五百亿 就是说呢 其实这五百亿对整个医疗体制是没有好处的 很简单 你想想美国现在搞成什么就知道了 你花钱是解决不了医疗问题的 于是我又 令到你五百亿呢 真的后来又不见了 现在只剩下一百亿左右 就是高永文 将那五百亿就缩了 那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可能当我神的 是吧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呢 就是又五百亿 接着又说不要 接着又剩下一百亿 甚至没有一百亿 当然我不会继续说 因为这个已经是离题了 是吧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其实我程度上是 回顾这段非常劣累的历史 摺了角那里就是 多谢 多谢 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 钱当然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谈计政策的时候 但是你想想当那些钱一落来的时候 无非是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 大家想去抢这百亿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市场化的机制 无论它是一个私营化 或者是一个所谓内部市场 就是譬如医管局的联网之间去抢 基本上都是一个竞争的机制 或者我简单来说 是一个叫抢钱的机制 而比如36亿那样 当然我不熟悉 但是我看新闻很粗钱的理解 就不是一个抢钱的机制 而是一个分钱的机制 很简单就是 36亿可能就是 30多亿就每间学校会 多两个老师上额 分了它就完了 是吧 刚刚讲了STAM很多的例子 当然非常明显 20万一间学校 那就分了它 那一年分完就拜拜 是吧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很多政策 不单于医疗教育 无非结果就是 要么就抢钱 大家当多了很多资源的时候 大家就想着 如何把它放到自己的袋子 要么就最简单就分了它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 我研究政策 这么久以来 是一个最大的 一个 就是觉得是一个迷思 或者是我要去 打破的一种 这样的 就是 习惯 或者和香港的政制 或者是和大家那种 公民的参与 就是根本我们没有机会去 接触到真的决策 那只能够就是 有一块就欠一块 就是欠完就算数了 其他东西根本也没有余力去讨论 那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一个都很落后 或者基本上是很原始的 一种讨论方式 那其实在 大概 三个月 没算是两个月前 其实那时候我是未知道 有今天更加不知道 在座的几位同台的讲者 那我就突然间 真的有看报纸 就看到业务员写了一篇文 就说 50亿之后怎么办 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我就 嚇了一跳 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 当然就不应该 似乎不是从工会 那里写这些文章 不应该是的 竟然讲教育理想 藍途那样的东西 就是说 喂 其实欠50亿只不过是第一步 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应该是 在这个的基础 不是钱就是万能的 但是当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但是钱不是万能的 我们有钱之后 我们应该谈一下 其实我们是真的想 做些什么 我们的 持守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想教育制度是怎么行 所以我就 当然是 打个凸 喂 说这些话 好像不太合听 照介绎 谁知道今天来到 原来在座 几位都是 在说大同小异的东西 就是 当然是 就是 我的诠释 大家可能未必同意 叶建元用的字眼是 南陶 孔令辉刚才用的字眼 其实是这个 等一下 愿景 其实我一向都喜欢用愿景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觉得 和南陶那个 想去带出的方向是很类似的 而阿齋sir 刚才就是用了一个更加大的 或者我觉得更加是 可以有指向性的东西 就是 所谓二十一世纪大学 或者知识分子的挑战 其实我也是觉得 其实大家想的东西是很接近的 就是说 当我们纯粹是说一个 分配的政治 一个资源的政治 之余 我们有没有将一些价值 一些信念 一些愿景 一些蓝图等等 是放在讨论里面 无论是教育政策 医疗反而真的少 医疗不太需要谈这些 因为医疗就没有什么 是很价值的 因为医疗的 所谓的政策的原则 或者理念 就是 不要医死人 或者 快点出医院 少些人入医院 其实那些事情 是不太需要去谈价值 那些完全可以量化的 或者医疗病 譬如一个 典型的某一个病症 你用多少钱呢 是便宜还是贵 那这个是 是不需要谈的 但是教育正正 其实是不可能不谈一些 信念 或者愿景 或者价值的 那接着我即时就会想起 我看到了 不好意思 那很快 就是第一 就是 我们的 过去这20年 不是完全没有的 其实在教育改开始 就是梁甘松的年代 我觉得是有愿景的 但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无论是阿松 或者是 羅范昭芬等等 包括去到李国璋 这班人 第一 他们是不是真的懂 我觉得他们又不会完全不懂教育 但是他们很明显是坚尼地 就是完全不是对现况很熟悉的人 而且他们很喜欢用一些很红卫兵式的斗争的方法去改革 这个很明显 第二点就是 当这班人去做了一些决定之后 就去到所谓中层 或者去到教育署 或者去到一些官僚 就是刚才开头的问题 就是这班人根本就不是教育界 他们是AO 可能是不知道什么人 于是他们要执行这个教育的时候 他不懂的时候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管理主义 用很多僵化的一些程序 叫你交很多报告等等 来落实这件事 于是简单来说的结论 就是所有的一些原本的信念或者价值 就变成一些硬指标 一些可以量化、填表、交报告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挺普遍的 不单止中小学 而且刚才齋sir说的 其实很多现在大学面对的问题 所谓英美那种管理主义那种管理模式 其实都是一些很类似的 这样的自上而下 僵化是缺乏一种的 在实际操作层面那种的 去贴近现实的情况 去回应教师或者学生的需要 以至当下的社会的情景等等 是变成一些 纯粹是交叉 去回应或者呼应 我要去分钱或者抢钱的时候 我要去玩那个游戏 或者如果没有时间 但是我简单讲一个就是 你会看到现在大学的管理层 其实是有时会很傻的 即他是想去 例如刚才说去打压一些 某一些学系或者院校 即觉得你不是太喜欢的时候 我讲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去年有一个 我们都叫同事 刘小丽 他卖肠粉 卖了20元 于是就说他被搭 被搭了20元 于是就想炒他 那当然 这个愚居的方法 其实就炒不了他 但是 就已经是愚居到爆了 但是我想讲第二个例子 就是 本人的币系 其实很大机会 在未来会经常会出现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系很特别的 就是全香港那些 最极右的立法会议员 以及最极左的 上个礼拜刚刚入了监的政治犯 都是我们系的毕业 于是在去年就开始 就是占中之后就很神奇了 就出现了一件事就是 我们收DSE的分数 不知道跌了0.5分还是1分 跟着上面竟然说 喂 你跌了1分 你不如接下来 竟然可以这样 我相信这件事就是 管理主义加上政治 那个大环境之下 将会非常频密出现的东西 是吧 其实你有10个指标 你随时找一个指标 一定可以打爆你的 就是我不去讲背后的理念 不去讲背后的价值的时候 总之我只是看一个指标 我总会有方法去弄死你 我相信这个就是 回应几位之前所说的 或者是 现在整个教育制度 就是如果 叶建元开头说的 如果中共是一个最主要的 决定因素的时候 我相信 这种管理主义的文化 再加上政治环境 就将会是我们未来最大的 一个金光 crew 或者我们是 当然我们不是孙悟空 肯定比孙悟空慘很多 这个就是我的 小小的总结 好 谢谢顺敏 好了 现在还有来 下一节时间还有15分钟 或者都是时候 开放给场里面的朋友 还有一个 就是答问的环节 那有什么想问我们 四位嘉宾 或者个别嘉宾的 那随便举授 好 好 嗨 斯安娜 刚才台上 勇兵正在针对现在的政策 但是呢 譬如 刚才要见 原来说 上一战的时间 那个 似乎 不作为 那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他不作为的时间 我们作为一个民间的 或者不是 你不是民间 你是议员 那其实我们怎样 能够 令到他有些作为呢 OK 好了 譬如 现在 蔡玉年 就做了副局 那我记得 做的时间 一会儿 也说过 我们就不会就这样算的 就是 是否等到 就是国家的东西出了 这样的款 我们才 我们民间有作为呢 还是我们现在 准备做什么呢 那正如刚才 孔凌辉 就说 就是说 我们会从这个bottom up 这样 民间去做起 那我都想知道 到底民间 会怎么做呢 或者台上的人 都可以试试 就是答一答 好 OK 刚才问题问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上一届 上一届 就是如果政府不作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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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结果就是一种 无力感的 我觉得 都应该很坦白 我上一届 我相信 我都算是一个相当劲力的议员 就是 做的政策的倡议等等 都不少 但是 就是 潮打空城寂寞会 就是没有 你打到哪个波过去呢 如果波不回头 就是 就是 那当然 另外一些的环节呢 你就要跟它对抗了 就是 在上一届 就是 比如说 TSA的问题 就是 我们 那个不是要它做一些东西 那个是要它不做一些东西 于是呢 就是 大家有一个 就是 工房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 国教的问题 也都有一个 就是 大家有一个 就是 大家有一个 就是对抗 就是 大家搏斗的一个过程 但是 如果是 除此之外的事情 你想它做 而它不做 在一个 就是 现在目前的 的 政治的体制里头呢 它是不需要 听命于公民的意见的 因为它不需要 就是 接受最终的 选举的审判 那 如果 它有机会 就是因为 它不作为 而是下届 选不了的话呢 我相信 就是它会 省定一些 它的老板 就是梁振英 当然会省定一些 现在其实它们 是不需要的 所以 跟整体的政治制度 也有关系 同样 今届 如果它有 是有某些 作为的方向 然后 它真的可以 加上 现在 在立法会里头 它们的票 是 远远多 其实 真的 赢了 所以 民间在 这个 制衡的力量 其实也相对弱了很多 现在 其实 我觉得 我们 没有办法 有一个万全之策 我们可以改变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想 刚才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 蔡若年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觉得蔡若年的问题 比如说 她是要委任她 做副局长 那 我们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 之后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监察跟着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 副局长 她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 如果我们衡量过去的 各局的副局长 那个作用 可能 其实也未必那么大 所以 如果她不是一个 那么大作为的 副局长 我觉得我们 其实未必需要 用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担心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副局长 于是 我们就要看着 究竟会有什么 不尋常的事情 发生 我觉得我们 真的要监督住 包括了 譬如说 国教的问题上面 包括了 在任命一些 咨询机构的成员上面 会不会 整理一遍 会不会 在资源的 运用上面 也都整理一遍 那这些 就是我觉得 我们要看着 作为立法会议员 我们可以做监督的工作 我们可以通过 质询 去把问题暴露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监督住 亦都是 如果真的 万一有严重的问题 出现的时候 我想就需要 整个社会的一个制约 是和国教有关的 或者和红色的东西有关 是吧 但是如果我们批评 是旧的 是不作为一个弊病 那如果它今年 今届又继续不作为 是不是我们 我们又是这样继续 让它过去呢 我们明白到 其实教育界面 正在面对很多问题 不能够说 它不作为 这是一个好事 那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有些什么 可以做呢 我是在问这个 我的答案就是 今届已经看到 它不是这种方向 今届一开始 已经是作为的了 我想我们 这个 上一届很特别的组合 我想是 真的是一个特别组合 谢谢 谢谢 補充两点 因为刚才Siona 有点到我的名字 其实 我又会觉得 我刚才说的 bottom up 那件事 其实 再说白一点 就是说 当平时 我们 即是我们现在 其实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来的 不是说我们 一两个月 搞一场运动 然后KL到它 而我们预计了这场战争 可能要打五年 所以就是说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如何去bottom up 去做 简单来说 就是装备公众 我们没有办法 纱时之间 可以即时改变到 政策 或者人命 但问题 如果你装备公众 让它辨识到 政府的政策 在做什么的时候 令到大家 没有容易被人哄 没有容易被人欺骗的时候 其实 他想怎么推都好 正如 局长昨天所说 他推烂了 又没有一个指标 他已经不敢 拿出指标 我们继续装备公众 令到 你欺骗我的困难 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 都是一种 持久战的抵抗策略 当然你问我 怎样最终终极去取胜利 可能有一些很偏激的手法 这个不是我的类型 但问题是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持久战 要打下去 你就要 被人去到一个装备 去到一个时刻的准备 可能听下去 好像比较浪漫一点 那没办法 我太太都觉得我是 但是 但是问题是 我们确实就是 如果令到 由一些只是教师 或者家长 或者学生关注的问题 变成我们七百万人里面 有五百万人 在关注这件事 而我们真的装备到他们的话 当然没什么可能 但是如果我朝着这个目标 这样去的时候 其实 政府怎么推 都推不定的 所以 我又不是真的想得 那么悲观的 这个问题是 好 好了 有没有其他 讲解 没有的话 有没有其他 台客的 朋友 嘉宾想 就是没有其他 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 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其他 或是这一节 的 团队会 这一段时间了 先多谢所有 多谢这些事 谢谢大家